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要知道 1947年初 蒋介石集结了四十多万大军 对山东解放区展开了疯狂的进攻 而张灵府所率领的整编七次师 更是王牌中的王牌 被称为蒋介石的御林军 但志得意满的蒋介石和张灵府 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们会遭遇如此惨痛的失败 随着张灵府在孟良顾兵半身死 国民党的局势彻底陷入了未动 那么是谁害死了张灵府呢 有人说是张灵府自己狂妄自打 孤军冒进 但没有哪个将军会自愿被围 更何况张灵府提出的中间开花 实则是他难以突围之后提出的幻想 还有人说是因为协同作战的李天霞果独不前 故意害死张灵府 但实际上李天霞本身承担了任 不就只是掩护张灵府的右翼 而且当时他也正和解放军缠斗在一起 根本是自顾不暇 所以害死张灵府的人并有他人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人还是张灵府自己选的指挥官 因为和李天霞恩怨极深 张灵府打死都不愿意接受李天霞的指挥 所以经过协调 张灵府选择了整编二五师师长 王百涛指挥自己 根据战略部署 王百涛的第二十五师 应该和张灵府的第七十四师齐头并进 但王百涛却在进军途中 将主力留在了桃须一线 仅仅只有一个团 按照原定计划跟在张灵府的左侧 华东野战军当然不会放过张灵府 左翼空虚的好机会 迅速调兵形成了一把利剑直插天马山 戒牌等要点 逼迫张灵府不得不放弃进攻坦布 此时调转矛头的张灵府 已经被切断了和黄百涛的联系 只能向着李天侠靠拢 但张灵府部队中的重火力武器 却成了累赘 致使他在到达孟良故时 已经被三面包围 及时赶 到了王碧城 填补了张灵府突围的最后缺口堕装 至此张灵府兵半身死已成定局 所以说如果向前追溯 正是因为黄百涛跟进不力 才造成了张灵府之后一系列的失败 为张灵府的死亡 埋下了不可逆转的伏笔 其实如果张灵府不选择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可惜历史不会重演 一代抗日名将张灵府宁丧孟良故 这也许就是他的宿命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